老百姓可不昏頭啊 來看到呢 這個是媒體人黃光琴 他這個其實消息一出 他直接開碼 他就說應該被列為被改革的對象 怎麼成為了改革家 他覺得這個就是最大的笑話 那麼他裡面提到的是杜維 在也是一樣普悠瑪事件 那麼當時副局長的他呢 主持這個記者會 不斷的跳針 甚至還說 黃最後把責任推給了司機 那麼他說台鐵內部充斥了 敬衛文化包庇文化 那麼所以蘇文昌呢 搞了三個多月呢 升了這麼個副局長 他說呢 還把王國財杜威等三個人 包括了蘇文昌 某電視台包裝成改革金三角 他說我我我太驚訝了 可是有字你驚訝嗎 只是改革金三角你信嗎 沒有啦 光琴姐可能比較多愁善感 比較容易驚訝 我一點都沒有任何的情緒起伏 這個就是跟不遠而講的一樣啊 這就是斷點嘛 杜威跟王國財有什麼好去care的 那杜威就是斷點 他就是 他就是出真倉在執行一個意志 那個意志是什麼 不關我的事就這樣沒了 就是他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林佳龍走了之後什麼都順了 局長也有了對不對 而且林佳龍要走的時候 我還把他故意淋遲 淋遲知道嗎 以前淋遲就是把他肉一直削一直削 還淋遲了六七天以後才讓他走 第三天就想走了嗎 快第十天我才讓他走 還在公祭的那一天早上我說好 淋遲到公祭那天明明知道 媒體的美光燈又回來了 大家不是記得嗎 頭七之前好像看起來又快沒事了 因為那個石子哇又起來了 然後所有的美光燈呢 計較在誰身上 那林佳龍 不關我的事了 第二步呢 局長我給你補了 林佳龍補不了啊 你看他在啊 送上來東西都不行啊 不過就在你們裡面嘛 副局長就上來就好啦 那不會趕快讓他上來 我讓他上來了 所有東西我全收了 收了以後沒有人會怪我了 不關我的事 順理成章 排上了我繼續做 我就是一定要撐 我要撐到8月28號那一天 反正當初的第一次的危機 中天關台我已經度過了 那陣子大家每天轟他下台 對 現在呢第二次 我跟你講 我只要把這些責任 該補的該撇乾淨的 全部都撇完 梗圖再發個幾個 所以這時候誰很重要 林一鳴啊 趕快回來啊 老大都已經狀況這樣子 當初中天關台你幫我過的 現在不趕快回來 你不覺得最近梗圖又連發了嗎 開始又要講今天五大政績 對不對 今天那個圖看到這個是 如果我又 比我真的想撕掉 五大政績每個 隨便有兩分鐘就把你打回去了 打你的臉了 這還有辦法可以就 但是怎麼辦 今天按讚隨便就兩萬了 大家買單啊 全部人買單 三部曲完成了吧 第一 林佳龍的事 第二 林佳龍辦不到的局長 我補了 杜薇 第三 哽徒發一發 度過這個風暴 頭二七過完就沒事了 他繼續干到8月28 接下來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丁怡銘回來了 全部都回來 那我就繼續再去做我的派系鬥爭 防火牆也都組好了 我全部都組好了 該擋的都擋的 然後現在政國會 我知道你沒有要弄我 我知道你英系也不是很喜歡我 對不起 我一定有王牌在手上 蘇貞昌 我跑了八年的新聞 台北縣長 他以前什麼個性 現在 加倍 再加倍 你不會因為他年紀變大了 然後突然之間變得好了 變得修正了 沒有 蘇貞昌以前的火爆 現在我看來 不但火爆 更增加了一個細膩 細膩 火爆之外 更乾 更膩 那個玩在手 更可怕 玩在手 對 一個人生氣 難免他會變直爽 對不對 有時候他會顧不了 自己的脾氣跟怒氣 他現在可怕的是 不但一樣火爆 而且他更細膩 更堅巧 如果政治人物 用這樣來形容的話 他更會玩翹 玩在手掌心 林佳龍 你小孩子 拜託 鄭國會大阿哥 So what 我隨便處理掉 你現在 還不是得去搞這些 歡送會 然後想讓自己續命 我跟你講 大家來玩看看 結果蘇貞昌這次 他有受傷嗎 陳前九天 隨便丟兩句話 又不是在山洞裡面 沒事 現在又升龍火虎了 馬上轉彎說政府的政績 開始細數自己做什麼 下一步呢 鬥爭 就剛剛講的嘛 2020 2022再起 我跟你講現在 各個候選人已經在外面 開始找團隊了 現在最近 我相信很多的那種 媒體人啊 什麼都開始被徵詢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在看了各報記者 你們自己台裡面 你們自己報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什麼副主任 主任開始 要不要來我這邊幫忙選舉啊 有沒有 有開始聽到了 你們有幫我介紹 我到現在還沒有交電話 我手機都維持開機的狀態 那個 蔡英文 對對對 不演的找你 不演的找你 你要去嗎 你要去幫忙 民進黨的已經開始了 你知道嗎 到處開始在找人了 蘇貞昌 他的徒子徒生都在哪裡 你頭那股 台北線一字排開 蘇巧惠要不要照顧 吳玉生要不要 抱歉 吳秉睿要不要照顧 張宏璐要不要照顧 整個蘇系的全部都在新北市 那新北市 現在又有個陳時中虎視眈眈的 又說要來選新北市 哇他要不要處理 新北市這一塊他到底要給誰 他怎麼可能現在下台 他現在下台 都沒有政治能量 所以他現在在玩了這整套 把自己全部 權力中心繼續鞏固 我跟你講他最後還有一張王牌 大家想說8月28號 蘇貞昌就去了啦 包大包拜拜 你以為那麼簡單 第一 蔡英文欠他一個人情 當初沒有人要 是我接下來 然後讓他連任的 第二 萊豬議題 每個人都在說 蘇貞昌的罩門在萊豬 你打他打他 這什麼評論的 萊豬怎麼會是蘇貞昌的罩門 萊豬是蘇貞昌的王牌 為什麼 我告訴你 萊豬現在蘇貞昌跟陳吉仲 跟蔡英文綁在一起了 什麼叫綁在一起 在兵法上 誰先跳車 誰先活 我跟你講 蘇貞昌如果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我以行政院長的身份 對不起 針對公投的結果 我道歉 我確實做錯不應該 剩下兩個人怎麼辦 要不要道歉 要吧 蔡英文要不要道歉 那我只要是蘇貞昌道歉就好 不用下台喔 反正我已經要下來了 他只是在做一個假設 如果我道歉呢 如果我道歉 剩兩個人要道歉了 我剛剛不是說三個人綁在一起嗎 蔡英文跟陳時中 陳吉仲 陳吉仲跟陳時中一掛了 他是部長 蔡英文可不可能道歉 他一道歉 當初他開發進來 加上美國的關係 全部瓦解 怎麼可能道歉 不可能 他等於打自己的臉嘛 對 陳吉仲呢 太好了 陳時中呢 我一次打兩個 你們敢跟著我道歉 以後你也別想選了 新北市你也不用想選了 陳吉仲你想接什麼副院長 也不用了 大家一起死 你敢要我死 大家一起死 你以為蘇貞昌是以前那麼火爆脾氣啦 他現在腦袋比以前更厲害 還好幾倍 他那個笑 就像我剛剛講還沒講完的 就像賭神他師父的笑一樣 他永遠笑著你心裡發寒 發寒 太可怕了 以前那個怒 我講過太多的故事了 你記不記得 我有一個朋友隨後 衰啊 他走出那個台北縣政府大門 以前的警察習慣一定要衝在前面嘛對不對 衝在前面然後看完美我們的陳抗丟雞蛋 那隨後要擋第一個啊 不是蘇貞昌老大不高興 說什麼 像我跟人家走走我頭前 我朋友 報告現場 我們訓練是我要先出去 你大我大 照理說就算了 罵一罵 沒有 重走 定驚了 要回去 好兇 然後蘇貞昌要走前面 那兩個隨後變成要走後面 這這麼倒楣 那兩個隨後呢 他是從某一個分局出來的 那個分局的督察官剛好看到 沒有按照我們勤務規則 回去一致身見 蘇貞昌 脾氣以前火爆在這樣 沒有在考慮後果的 這是蘇貞昌以前 他現在會步後面這些局 然後用一個策略把大家綁在一起 然後犧牲林佳龍 然後用後面的自己讓自己續命 然後留一個萊豬的王牌 然後跟你綁在一起 他已經不是以前的蘇貞昌了 他比以前還要更多的策略跟心力 可怕的在他現在的身上 不過說實在 大家知道 一個人要打贏 那個薩諾斯不太可能 現在大家全部都出來了 民進黨各派系 現在仇書集團出來了 所有的人開始來打他了 就看他能不能撐過這一 中天關台大家要記得 是這些泛藍的 還有一些民眾 不爽政府太過阿拔的人 開始要蘇貞昌下台 因為出主意的大部分是他 現在不是這些人要他下台 說實在你看包括連不遠了 還心轉說不要再罵林佳龍 說實在不干我們的事了 現在是民進黨內部 仇書聯盟出來了 蘇貞昌能不能度過這一段 就是你看到他現在正在做的 他現在反過來訴諸民意 訴諸民情 你們捨得我下來嗎 然後用一些策略告訴蔡英文 你要我下來 大家有得玩 我們後面有多少東西要跟你換 你敢跟我配嗎 他就這樣 我七十幾歲了 老子剩一條命 我又怎麼樣 你後面還有一堆的派系 還有英系鄭國會子子孫孫 你沒辦法跟他玩 所以一個都不要命的行政院長 台灣交在他手上 我跟你講真的讓人家不寒而栗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